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movie 今天给大家带来科幻电影迷失太空 由于人类滥用资源 地球上的资源越来越短缺 再也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了 于是人们开始到宇宙深处去探索新的居住 罗伯特一家被政府选中 去阿尔法星球勘察 飞船里面除了罗伯特一家 还有一位驾驶员 和一位偷偷前进来的心理极其变态的博士 他想要让飞船进行毁灭 然后被电晕在了飞船里面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 发现飞行船里面的机器人已经苏醒了 开始对飞行器飞船进行破坏 他不想死去 想尽办法阻止 然后通知了罗伯特家人 在精通电脑控制的小儿子面前 机器人终于恢复了正常 但是整个飞船也被毁得不成样子 船已经失去了方向感 飞行宇宙深处 飞向了太阳 就在这个时候 驾驶员启动了另一个引擎 飞船穿越过太阳系 直接到了银河系 在银河系里面 他们无法控制飞船的方向 只能认其漫无目的的 没有方向的乱飞 在银河系里面 他们发现了一座飞弃的飞船 当他们登上那个新的飞船时 他们发现这个飞船 竟然比现在的飞船设备还要先进 但是飞船顶端却有一团神秘的东西 那段黑夜的东西 好像被蜘蛛的虫卵包围着 从里面还爬出了很多金色的蜘蛛 来攻击人类 紧急的蜘蛛越来越多 罗伯特被蜘蛛咬了好几下 在和蜘蛛的一番斗争之后 罗伯特与家人不得不放弃所在的飞船 他们回到记忆的飞船里面 发现博士也跟了上来 并且很多蜘蛛也已经爬了上来 罗伯特妻子觉得 这些蜘蛛是因为光和热才跟过来的 于是驾驶员隔空操作 启动了旧的飞船 飞船启动时发出了巨大的光和热 蜘蛛很快的都爬了回去 接着他们按了爆发键盘 飞船消失了 由于受到飞船爆炸的影响 罗伯特他们的飞船降到了未知名的星球 这个星球上到处都是蛛丝 还有一包蓝色的水炮 他们猜的这个水炮可能是时间的路口 由于飞船的燃料不多了 父亲和驾驶员决定去水炮里面 寻找新的燃料 刚进入水炮 他们就被机器人给电晕了 等到父亲和驾驶员醒来的时候 他们见到的是20年后的儿子和博士 儿子已经长大了 儿子告诉父亲 他们进入气泡之后 20年再也没有回来过 而飞船上还有一些残留的蜘蛛 那些蜘蛛把女性给杀死了 儿子创造了一个时空之门 在20年里都是博士在陪伴着儿子 父亲让驾驶员回到飞船里 自己想要再寻找燃料 这个时候儿子觉得自己的母亲和姐姐 可能并不是蜘蛛杀死的 博士想要统治地球 但是自己的行为已经被发现了 所以杀死了母亲和姐姐 之后他摇身一变 成了一个大蜘蛛 准备杀掉所有的人 就在紧急时候 父亲杀死了博士 这个时候星球已经有了毁灭的征兆 驾驶员等不到罗伯特的到来 就先启动了飞船 由于飞船燃料不够 就已坠落在了空中 这边儿子把父亲推进了时光之门 让他回到了20年前去拯救大家 自己待在原地等待毁灭 父亲回到20年前拯救了大家 却因为重力场 吸引来到了另外一个星球 然后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inf РТ 好 operiff计划